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是演说家》第四季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联合特约播映 爱心烘焙朱蒂丝饼干 本节目由朱蒂丝饼干联合特约播出 感谢人工智能人脸识别专家汉柏科技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夏普手机好评好色彩全面评专家 夏普美人间Arcos S2手机 携京东邀您共同欣赏 本节目导师指定作驾 由纯电动汽车领航者北极新能源特别提供 感谢钻石小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闪耀时刻钻石剑胜 感谢传承三百年的广域远定坤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小罐茶大师作 本节目观众礼品由小罐茶特别提供 感谢米欧尼品牌服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全新外奥笔记本电脑 携京东邀您共同欣赏 外奥笔记本电脑因拥有而自豪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科沃斯机器人 诗机器人更是家人 也感谢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从今日头条 影视头条 百度新闻 一点资讯见面 以及扎克新闻客户端 获取更多节目信息 感谢特约合作媒体 新华社法人微博 新华试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作业帮 神舟专车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水木文摘 获取更多节目信息 北京卫视 我是演说家第四季 为新时代发声 欢迎大家 欢迎鲁豫老师 黄紫娇老师 欢迎绿波老师 好 接下来进入到 我们的分享时刻 今天为我们带来 分享演讲的嘉宾 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 中心社原副社长 北京大联响与慈善基金会 创始会长 周炳德女士 有请 有请 我今天想给年轻的朋友们 讲一讲我大伯 周恩来 年轻时候的几个故事 一百年前就是 一九一七年 那时候大伯是从南开中学毕业 去日本留学 途中在沈阳 给他的小学同学 写了一句话 这句话呢 就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地降雨连别欲言 降雨是大伯的字 大家有没有注意 他是临别欲言 而不是临别赠言 他预见到我们将来要腾飞世界 这句话是在他十九岁的时候讲的 而且也能够看到呢 他对于咱们国家的这种信念 对国家的热爱 都不得了 他对真正的 我 都不得了 是 我 你是 我